真的有電影當中的時空旅行者嗎 因為最近在網路上有一段影片 說在莫斯科的地鐵當中 有一個穿著蘇聯軍裝的男子 他就在鐵腿上面行走 而且他還拿出了1930年的 紅軍士兵的證件 說他正在尋找他的部隊 很多人就在想說 這個士兵難道是時空旅行者 他穿越到2021來了嗎 要問一下馬老師了 真有時空旅行者 心童 你喜歡追劇嗎 喜歡啊 韓劇 陸劇 最有趣的梗 就是穿越劇 但是奇怪了 劇裡面的穿越 大部分都是女生 雙是寵妃 太子妃 陳千千 到步步驚心 你看穿來穿去都是女生 但在現實裡面 我有查過 絕大部分穿越都是男生 是男的 我怎麼很少看到女生穿越的 好了 既然有太多太多穿越的故事 今天我要帶給大家 講兩個是有正式官方檔案的穿越故事 對 好 第一個我要講的是這個 魯道夫分支這個人 魯道夫分支什麼事情呢 在1950年6月一個晚上 在紐約曼哈頓最車水馬龍的第五大道 突然之間大家看到馬路上出現一個人 那個人驚慌失措 然後一力茫然 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在這裡 是啊 這時候一回頭 一輛車 砰就把他撞死了 撞死了 對 撞死了 好 警方一到場 本來以為 這就是一個車禍 互闖交通 但是才發覺稀窍 稀窍 稀窍 真的喔 第一個 他穿著古舊式樣的大衣跟帽子 很古 但是衣服是新的 衣服是新的 但是樣式是古時候的 對 第二個 當然有皮夾 有皮夾就好辦事 可以知道他是誰 還有名片 還有紙幣 對不起 紙幣是上個世紀的紙幣 好 這還沒完 有更好的東西了 他口袋裡面有兩個收據 一個是買碼的收據 在紐約還有人買碼 紐約是曼哈頓的 奇怪 對 買碼的收據 第二個 有一個他去記包裹的收據 不得了 怎麼了 買碼的收據跟記包裹的收據 上面都會有 砰 日期章 實戳 對不起 1876年 1876年 對 可是你剛說的不是 1950年 對 74年前的收據 好 就不得了了 就要趕快追查 人一追查 對不起 紐約市民的名單裡面 沒有這個人的名字 到處找 找不到這個人 後來他們就想到 有一個辦法 既然你是穿越來的 那會不會找舊電話部 舊檔案 舊電話部 就翻舊電話部 那時候還沒有電腦 就像以前那樣一夜夜讓班 一夜夜翻 好 翻到了一個跟他非常非常相似的名字 真的喔 就打電話去問 他兒子家 他兒子家 怎麼會有這麼大兒子 接電話是他的媳婦 是 媳婦說 啊 怎麼了 這個人是我公公 不可能 說那個人看 撞死那個人 才三十歲 那有可能 怎麼會是你公公 他說 我公公在 1876年 吃完飯出去散步晚上 啪 就消失了 就不見了 當時他兒子 就是他先生 才四歲 是 四歲了 他爸爸就消失了 怎麼會在 1950年六月 在紐約第五大道班 他這 砍 被車撞死了 好 所以 這個東西 就拿去給他兒子看 他確實 這是我爸爸 因此這警方 第一個有正式檔案 穿越74年的一個人 他居然穿越74 好 更精采在後面 過了40年後 有一個年輕的警官 對這個案子有興趣了 去調檔案 檔案不見了 這就更詭異了 誰把檔案拿走了 為什麼 要去弄檔案 這麼重要的檔案 為什麼會不見 誰要把這件事情 給抹去 所以他留了一個 很大的疑點 好 除了這件事情之外 我更要講這個 這是烏克蘭正式官方 而且還拍了紀錄片的 2006年4月23號 時間漏遊 烏克蘭首都基普 又出來一個年輕人 這個年輕人 跟前面一模一樣 穿著很舊的大衣跟帽子 但是又是很新的 特色是他拜了一個 很新的照相機 也是很迷茫 很恍惚 警方就去上盤查 這厲害了 盤查一拿出來 這2006年 對不起 這他身份證 現在哪有人用這種 他是1932年生的 2006年 而且他這20幾歲 20幾歲 2006年20幾歲 他是1932年生的 而且他身份證發是1956年 發的身份證 對 好 就問他 你從哪來 他說我應該在1958年 因此 第一件事情把他送哪裡去 送到思覺失調的醫院去 去關起來 這時候請來的最厲害的 保羅博士醫師 他是這方面 烏克蘭最權威專家 他一進去他就知道撒住了 第一個 這個謝爾蓋 絕對沒有說謊 第二個 他絕對不是思覺失調的病人 第三個 那個他們倆一談的時候 他發覺一件事情 表停了 牆後面的中庭 停在12時 32分 所以時間停止了 對 他就覺得不對勁了 而且他是一個攝影專家 他發現他胸前帶了一個照相機 不對 那個照相機已經在 他是2006年 對 1980年停產 而且他身上的照相機是全新的 他就說你去休息 我去找一個攝影的專家朋友來 他打完電話找專家朋友來 再進那個他的房間 一進去 不見了 什麼東西不見 人不見了 人不見了 對 我告訴你 人不見厲害在哪裡 你知道這種失覺失調的這種醫院 那是絕對是天羅地網的 對啊 全部窗戶都是有鐵條的 門都是鐵欄杆 你根本出不去 他就不見了 不見了 他只有一個線索 他照相機還在 照相機底片一洗出來 不得了 底片上面居然標示 1958年 日期還標示 日期還標示1958 而且他照出來那個風景照 一去查那個四招啊招牌啊 都是1958的招牌 是 那其中有 他跟他女朋友瓦倫蒂娜的合照 去找了瓦倫蒂娜 一按門鈴 瓦倫蒂娜一開門 74歲 他20歲 74歲 瓦倫蒂娜一看 說哎呀 這是我男朋友 真的啊 他失蹤之後 我就只好找別人再嫁了 他女男朋友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他說 我男朋友曾經告訴我說 是 這世界未來會有微波爐 有微波爐 他後來我買了微波爐 我20年他買了微波 他就發覺到 為什麼他在 幾十年前就知道有微波爐 是 對 然後他為什麼 會跑到那邊去 什麼力量 他居然說 我是看到一個大宗 那大宗一飛過去 我一昏我就到這個 不知道的地方來了 所以大家後來說 大宗是不是飛碟 好了 我們講了這麼多 各位觀眾 究竟人類可不可能穿越時空呢 霍金在2009年6月18號舉辦了一個時空旅行者聚會 你看 歡迎時空旅行者來 這是邀請函 邀請函 這是他的Party Party裡面就他一個人 沒有人來啊 他沒有告訴任何人這個Party 他自己一個人 他沒有發出請帖 他是等著這個Party結束之後 結束之後 他再發請帖 發請帖出去 說歡迎你們來參加 他這個勤帖要保存一千年 保存一千年是什麼意思 就是現在 你要一千年之後 你聽懂意思沒有 要一千年之後 有人看到這個勤帖 可以來這邊 就可以回到未來 來參加我的Party 對 好 但是沒有人來參加Party 表示什麼 一個就是沒有人可以時空旅行 來參加這個Party 還有一個可能就是 他這個邀請函 沒有保存一千年 這大家根本就不以為意 所以後人沒有看到 那時空旅行是不是可能的 我告訴各位 這個人在努力 康乃迪克大學著名物理學家 梅里特 他天天在研究發展時光機 他實在發展時光機 他現在發覺一個事情 就是很強大的雷射 可以造成很小區域的 短暫時空扭曲 居然真的可以扭曲 因此他在想 如果能量再大 再大 再大的話 是真的可以造成時空扭曲 我們就可以穿越時間 回到過去 我問你 全世界最可能知道 時光機是哪個國家 美國 你一定是講美國對不對 錯 不是啊 美國不是很在意這個東西 都到民間去做 真正最在意的是以色列 以色列 因為以色列 它有亡國的那種口懼感 所以世界上最新的東西 它都要去做 所以以色列是全世界研究時光機 最認真的國家 而以色列一個大學的團隊 已經正式完成了 時光機的模型理論 我真的啊 它完成模型理論 意思就是說 這個是可能的 是可以做到的 問題是 我沒有辦法找到這麼大能量 去扭曲那個時光空間 扭曲空間之後才能 讓它之間穿越 所以理論已經成功了 以色列已經把模型做出來了 現在只要找到這麼大的能量 所以有人說是不是反物質 有人說是不是暗物質 在太陽空中找到反物質 暗物質是不是時空旅行 就可能成立了 所以將來 可能台北街頭 我們看到有人穿著古舊的衣服 在那邊一臉茫然 不知道誰這是什麼地方的事情 又發生在我們身邊了 聽從想要邀請您 一起加入YouTube會員 每個月只要兩道三杯 手搖引的價格 你就可以成為我們頻道的專屬會員 擁有專屬於你的徽章 同時你還可以觀賞到 我們為你做的獨家影片 歡迎一起來加入 支持我們 為大家創造更好的影片